先來看看到底 他一生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蔣介石北伐統一 這沒有爭議吧 他北伐統一 統一的結果是什麼 統一的結果是 因為當時很多的軍閥 他打敗其他軍閥以後 統一了 大陸才有能力抵抗侵略 抗戰勝利 所以大陸沒有被日本滅掉 因為日本是要滅掉大陸的 建民兄 這個有沒有爭議 大陸有爭議 大陸有爭議 當時的大陸最高統帥 是蔣介石 這個沒有爭議吧 去開羅會議的是蔣介石 光復台灣 所以台灣人不用做 日本的次殖民地 不用做亡國奴 建民兄 這有沒有爭議 這同意嗎 台灣早就已經是別的國家 因為從中華民國建立開始 台灣就已經不是 中國的領土 你看1911年 中華民國建立的時候 台灣是誰的領土 好 那個等一下 有意見的人在回答他 當時台灣跟大陸對抗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如果沒有蔣介石的話 台灣就是毛澤東統治了 這個你有沒有意義 不一定 不一定 不然會怎樣 因為那時候 台灣是美國的戰區 所以台灣的前途還未必 還未必 好 來 再來民主化 1946年 1947年 1948年 1950年 在台灣有參議員選舉 國大代表選舉 立委選舉 縣市議長選舉 1946年到現在 就辦選舉 這有意義嗎 這是歷史事實 有選國大代表 有選立法委員嗎 那不都是老代表嗎 那時候都是老代表 你們為什麼放假 228 228是什麼內容 沒有人知道 所以當然在歷史的過程當中 以前我們接觸到 特別是我們這個世代的 我們接觸到歷史 通通都是國民黨 在台灣經營正面的這些攻擊 那我們看到了 在歷史轉變的過程當中 其實大家深刻去了解到 當初國民黨來到台灣的時候 其實台灣如果不是經過美軍轟炸 在之前台灣不管是在經濟 在基礎建設部分 其實都遠遠超過大陸 我想這個都是有跡可循 在這個歷史的過程當中 國民黨來到台灣 當然在經濟發展部分 其實一步一腳印的慢慢 透過大家共同的努力 台灣經濟發展 也創造了世界的奇蹟 但是這個都是時代的過去 我們慢慢的必須要去轉變 跟得上時代的潮流 我們台灣才能夠持續的成長 如果我們還是沉浸在 以前那個國民黨 這個過程當中我們是不會進 農今天是怎麼民進黨 力量這些人 是怎麼對江戒宋 可以這樣架架 分析立軍 因為台灣可以獨立 維越就是江戒宋的手 江戒宋放棄這個大好的機會 所以他們這些無台島的人 萬賺他 當然是江戒宋有這個空間 那麼後面就都沒有了 那麼如果不是江戒宋的中國 那些人所有的主要 包括十億萬、二萬美金的花費 跟黃金拿來台灣 經歷六百萬人 享受整個中國大陸的支援 才能夠煎熬快速經濟的行動 這難得 來說 如果要萬賺相關就是中國人 共產黨也要來萬賺